大家记得这个地方是在台北市约会必来景点 所以我们先来餐酒馆立马有味道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几点 9点的时间好吗 在这么晚的时间呢 我们来到一家餐酒馆 这家餐酒馆其实最近还蛮夯的 那我刚下了通告 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餐 所以呢第一餐我就决定在餐酒馆 但是一样呢 你到了餐酒馆记得不要把车开来 因为我想在这里畅语无限 如果你坐计程车来 你就在长春路的40号 它从林森北路进来会比舅船北路快哦 因为刚才记得车司机差点把我绕很远 所以从我们家坐到这里来的话 就是差不多200块钱左右 那这一家餐酒馆呢 是真鲜的一个品牌 那所以它这个真鲜品牌它叫乐鲜 然后现在我们要稍微就是让大家先看一下 那回转寿司还不错耶 这看起来还不错耶 那这个哇沙米呢你要自己拿 因为它都会在回转盘上面 你看哦光它的玉子烧 哇塞超厚的 有没有看到 而且它中间夹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对夹东西然后它的干贝 可是如果晚上不要吃太多淀粉的话 其实我觉得倒是可以选择这里的回转寿司在那里吃 第一个你要不要看到直到回转盘上的东西 再来有一个部分是我很喜欢它的有单点 那它单点里面呢有一些比较特别特别 或者是当季的来这种店不是就是要吃海鲜吗 对所以我原则上我会以海鲜为主 然后再来吃一些比如说肉类的东西 像我不吃羊 所以原则上我不会让它去叠所谓的羊排 那这边的菜单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每一个价位是不同的 用颜色来区分 像是绿盘40块钱黑盘60块钱金盘80块万 我今天是不是都吃金盘呢 它刚刚有推荐这个耶 它的授丝跟一般的回转授丝的菜单 它菜单它就有一个非利牛干贝黑牛干贝黑牛的授丝 它就是加黑子酱跟黑牛排 所以你很难在外面看到像这种这么特别的授丝 对对对 它下面这边还有牛小排授丝 一百年授丝 所以它就是做的很多样化啦 不像我们一般真的在真仙吃到的那种授丝 我已经很久没去真仙吃了你知道吗 因为它都是特别贵的 我很坦白讲 我真的已经已经很久没有去真仙吃东西了 所以我今天来这边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嗨好 点餐时间到了 咦咦咦咦 可是我很想吃海胆 海胆这件事情很重要 好所以我们先点一个就是豪华四身特胜 其实我觉得它价钱都还不错 没有说特贵 因为以五百块钱 因为我不晓得它容量分量多少 所以待会我们可以就分量来看它五百块钱 合不OK 哎 来了来了 你看到迷迭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难过 为什么迷迭香 因为我们家的迷迭香已经快死掉了 哈 再照顾的好了 还活着 然后我这一杯呢就是刚刚讲的 漫步大阪城 大阪城 欧萨卡 所以 哦好久没去日本了耶 所以先喝一口 来干杯 辛苦了 一天辛苦了 一天辛苦了 哦 它起来很像养乐多的味道 我觉得还不错 就我看一下 它里面的调酒内容是什么 它就是清酒跟某橘茶 哦 所以它喝起来是属于比较清爽 然后甜的那种酒 喝起来是蛮舒服 不是那么浓郁 哎好好喝哦 来 我的这个话就是以奶酒为基地 奶酒是你最爱的 对 所以喝起来有 它香草味是香的 我还是蛮对不起迷迭香的 哈哈哈 这样子 就我怕我把它搁在旁边 哦 我觉得好像在喝早上的辣椒好吗 它奶香味比较重 对 这两杯酒如果你来的话 你会想点哪一杯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所有的调味料 的东西 都在这边 它其实很简单 就一个酱油 对 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通告了路一整天 然后你就觉得很累很累的时候 你就想用吃来好好犒赏自己 但是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 不希望说带太多的热量 或者是负担在身上 所以我们就会稍微选择 像这家乐鲜餐厅呢 它开到凌晨三点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凌晨三点之前 你想吃东西 都可以到这里来吃 我觉得这间店真的是蛮特别 因为很多年轻人 会在这么晚的时间吃饭 你会想吃这个吗 可是我不是想吃鲑鱼饭 我不是想吃鲑鱼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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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吃哈蜜瓜这个 哇塞 哈蜜瓜 哈蜜瓜 我们可以先拿过来没关系 然后也喜欢吃这个 我还没吃饭耶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多点一点 这个鲑鱼饭好饿哦 这道鲑鱼饭 咦我的汤来了耶 这个汤 因为它的蛤蜊够大颗 你看这个蛤蜊汤 蛤蜊是不是很大一颗 有没有很大一颗 很肥美 没有错 我先喝一口汤可不可以 有一点点清淡 它的味道非常的淡 淡到 我不确定我们在喝蛤蜊汤这件事 嗯 嗯嗯嗯嗯 很肥美 很鲜 可是汤头真的会比较单一点点 好吃 我们一般来讲隔壁汤都会加一点姜丝之类的 它原则上是没有的 它就是一点点小葱花 它的菜上的真的是蛮坏的 欸这看起来很好吃耶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耶 为什么每一个都要加鲑鱼卵这件事情 因为我不喜欢吃鲑鱼卵 它也是鲑鱼卵 我为什么要有鲑鱼卵呢 这个哈蜜花火腿 超大的耶 我想要先吃 哈蜜花火腿 哈蜜花火腿就是要一口吃 我这样讲好了 放在回转台上面的 已经有一点点时间 那所以哈蜜花的温度是属于比较 偏 室温 那以我来讲我喜欢把哈蜜花冰冰凉凉的 然后再配火腿吃 好转的 做你知道哈蜜花很甜 嗯 所以你知道搭配了那个火腿的咸味 它就中和在嘴巴里 姜姜好 那你那个咧 不亮 如何 它蛋很不像 我觉得松软松软 只是蛋的话 可能它就是吃到蛋的甜味 对 我就想吃一下蛋的甜味 有人鲑鱼卵子酱跟爬饭吃一样 你看 它其实它的厚度是还不错 因为我很少看到这么这么厚的玉子烧 玉子烧的日文是不是叫做 玉子烧的日文是不是叫做玉子烧呀 玉子烧 正确应该是玉子烧 它水偏甜的 还不错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应该真的是搭配鲑鱼卵 它上面那个酱一起吃会比较好吃 这个味道层次比较多 我们再一个小小优惠 那就是 它把我们的豪华海鲜升等了 它叫做豪华海鲜糖 因为我们本来只是点一般的次生 然后它把我们整个升级为海鲜糖 其实我跟你说 今天最大最大的好处就是 因为当你拿了摄影机进来的时候 有人就要请客 一家会请客 当然我们用 这不是一个最好示范 这不是最好示范 因为我们还是有付费好吗 我可以吃一颗牡蠣吗 牡蠣炸起来看起来很像食物模型 因为它做得很漂亮 非常非常美 好谢谢 好鲜美 因为你会沾所谓的塔塔酱 上面有一些鲑鱼卵的咸味 咬下去那一口 真的是牡蠣的鲜味整个冲到嘴巴里面来 我很老实说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那我买单了 然后它的粉皮来讲的话 算是酥脆的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拿到这里来 已经放了有一段小时间 我们没有马上趁热去吃它 但是你发现到说它的皮超脆超酥脆的 跟我们吃一般的外面炸牡蠣含牛量那么多 没有 它是清爽型的 但是你会吃到满满牡蠣的海鲜味道 没有腥味哦 像这种牡蠣最怕的就是什么 大颗很腥嘛 对不对 可是它没有 它吃的真的是鲜味 这是我们的照烧松板柱 是我们的微盒大推的 这松板柱超厚的耶 像它这样子这么厚 第一个最怕是什么 会太老 我们来吃吃看 它软中带Q 所以它是属于那种软软油一点点小小的嚼劲 不会让你咬不动 然后肉质很鲜甜很厚 其实我觉得松板柱我喜欢它就是因为它不是油花 它是一个脆感在里面 油花中间有脆感 然后吃起来那个猪肉的甜味又很棒 然后你说照烧我也觉得还好 因为我有时候蛮讨厌照烧酱 因为照烧酱很死咸 可是它不会 它超爽口的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在这里面要吃意大利面 就它很特别的 它也是刚刚味的必腿 必腿 跟你讲它里面有海胆 有干贝 有6颗干贝耶 可是我跟你讲 你点了那么多一些东西之后 大台上面东西其实就不太会吃它了 所以有时候 你都餐酒馆可不可以吃饱 这也可以啊 就是很适合约会 很适合约会 好吧 大家记得这个地方是在台北市约会必来景点 然后我们来吃生蚝 好 这个是什么酱 应该是那个 五味酱 它连五味酱都可以做那么美丽 你刚刚炸生蚝又点生蚝 你吃起来会 晚上会 弄不掉 我刚好可以吃吃看它生的生蚝 因为就怕有些生蚝太死 那大颗给你好不好 其实小颗也不小 来我们看大小颗 它大小颗 吃吃看 其实它真的是很大颗耶 大概是一个手指头长 算大了 真的算很大 好我们吃吃看 很鲜吗 很鲜吧我觉得 嗯 好新鲜哦 难怪 真的我觉得在很多回转寿司间也吃不到 因为毕竟这次是一个 否餐酒馆的一个特色餐厅 如果说像一般蒸鲜 你大概只会吃到这个 这种寿司好吗 有个东西在我面前晃 但是它上面有 那就是那个 乌鱼籽非力 等一下 乌鱼籽非力 因为它是乌鱼籽我就不拿了好吗 它是黑鱼籽 对 鱼籽像非力 对 鱼籽像非力 它是鱼籽酱好吗 你看这个鱼籽酱 来我让我先吃一口 它这上面你看 它上面有一些 葱跟鱼籽酱 然后下面还铺一点洋葱 一口吃好奢侈哦 不要羡慕我们 你也可以来这边吃 因为它其实这边有很多地方 其实还蛮适合网美来拍照的 可是我觉得来这边就是要吃东西啦 你以为它是生牛肉 或者是你以为它只有五分 没有 它基本上是一个熟牛肉的概念 可是它牛肉很软嫩 那我比较怕的就是什么 澳洲牛啊 然后纽西兰牛啊 因为它们都有那种草似的味道 是草的味道 可是像它的话会吃到牛的甜味 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什么牛哦 可是刚刚好 它把那个洋葱盖住 那个可能是牛的味道 我觉得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没有踩到雷 从饮料到生鱼片 到我们现在点的萨姆栗 甚至是松阪猪 到现在我都觉得是很OK的 不过第一次意大利面用筷子吃了 我可以只吃上面的海胆吗 这块海胆我可以吃 味头吃一点好不好 可以吧 海胆就是好吃 然后它的干杯那么大颗 可是我跟你讲 我喜欢海胆还是吃冷的 因为你吃熟的会有点 还是有点腥味 它海鲜必点 它好吃 像他们每天寿司 其实也是有很多海鲜的东西 所以他们量算大 所以东西不至于到不新鲜 然后再来你看这么大 这叫什么 白瓜牛 甜乳 白瓜牛 螺螺来沾一下 螺螺也超大的耶 螺螺最怕什么咬不动 如果牙齿咬不动 那这边你们就不要来吃了 嗯 我咬得动 好吃 你可以来这边呢 跟你的好朋友 或者我觉得家人都OK 然后来这边吃一吃 然后享受一下 如果你们知道哪里有 不管北周南有发现到好吃的寿司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 好吗 我们就要你们在下面留言 跟瑞琳姐互动一下 否则我总会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呢 然后你喜欢看我们拍什么影片 我们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 毕竟是餐酒馆嘛 所以要灯光美气氛家 所以他们现在呢 会开始在晚上的时候 灯光渐渐渐渐渐的变暗 之外在11点的时候 外台的灯就会熄掉了 那你在吃这一餐的时候呢 会越吃越有气氛 越吃越有情调 它开到凌晨3点 那晚上如果你们真的很想吃一点东西 然后跟大家聊聊天 它人多的时候它有限时 然后人比较少的时候 它真的就没有限太多的时间了 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吗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 很快就见面囉 感到安全又好玩 记得戴好你们的口罩 晚上来吃一点不一样的餐 更好玩 你为什么到哪里都给一大利面 在寿司店吃一大利面 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我就觉得 哇 它也是帮你切好的东西 它已经 活腿在上面 它不是切好了吗 它怎么吃用嘴巴吃啊 刚刚来这边一定要请女来 不用母子来会吵架 嘿嘿嘿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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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